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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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品茜茜 我不是品茜茜 我现在来到了东京大学的附近 今天要带大家去看银杏 听说里面的银杏已经黄了 但外面其实都还是绿油油的 究竟现在的风景长怎样呢 對!就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哇!裡面真的黃了耶! 我抵達的時候是週日的九點 意外的沒有很多人覺得很幸運 二十多人耶! 現在地上也都有金黃色的地毯 不過目前呢在我看來我覺得也還是有點黃黃綠綠的啦 只是比較門前的那兩三棵銀杏樹 是已經呈現金黃色的狀態 所以它的葉子也掉落的比較多 裡面的話呢就是綠綠黃黃 青綠色的部分還是不少 像這邊呢就有一半金黃一半青綠 形成了美麗的漸層 走著走著發現了一棵開著粉紅色花朵的樹 就想說走進去看看 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花呢? 快樂 solution 同種叫一點美麗再做一架 我看一下你的無頂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想说哇其实绿的还是蛮多的 不知道怎么拍 但是竟然遇到了好几次的隐姓雨 每到一个哇真的是无法形容 所以其实隐姓的观赏期真的是很长 就是从这种黄黄绿绿黄绿绿 然后一直到可能有些树已经掉了 但是有些树呈现就是完全金黄色的 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里就掉了很多银杏的果实 之后全部被踩碎应该味道会很可观 在散步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感觉是带高中生来看东大的捣烂团 在讲为什么东大会种银杏 根据我听到的是说 一开始在构思时 也有想过要种樱花 但是担心学生会因为赏花而松懈血液 因此考虑了别的职务 最后在校长希望能塑造出 不管是谁在进门后都会正经萎座的氛围 而移植了银杏进来 另外好像也跟地大植物学教室助手 平赖座武郎先生发现银杏的金子 这样的研究成果正经世界也有一点关系 这里我就没有听得太清楚 但大概是这样 要离开的时候地毯变得更厚了一点 大家可以看看前面的片段 比较一下是不是变得更梦幻了呢 除了东大本乡校区有银杏外 民生校区也有一些 所以我也走过去看了一下 从正门走出 右转直走就会抵达咯 民生校区设有东大教授上野英三郎先生 及他所饲养的秋田犬八宫的铜像 没错 涩谷的那座中泉八宫的侍主 是东大的教授呢 由于这边还是绿油有一片 后面放我以前拍的照片给大家参考 你也喜欢看银杏吗 前几个礼拜我还有拍北海盗大学的银杏大道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好 以上就是这次的速报 希望大家喜欢咯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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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